中間有報警 還有那個什麼立法員 有去開記者會 那老闆有看到人嗎 你那時候有看過人嗎 沒有沒有看過老闆 你也看過老闆 對 只有主管 我聽說他們後來是開了另外一間公司 就是換名字 然後繼續做這樣 因為之前那個不行 之前那個公司被敲掉了 買中午車怕沒品質嗎 就來兩千中午車 在下方填寫專人巡車表格後 我們會盡快替你服務喔 嗨嗨 你這什麼車要賣 還是哪流 你這個是幾年是吧 2011年 2.0 這個車很少見耶 你怎麼會買這個車 被大便 所以這個車不是你當初挑的 不是不是 你幾歲啊 我看你很年輕 23歲 23 你開多久了 開兩三年了 我等一下來跟你聊一下 我去幫你看一下車子 漆面比較差一點 生鏽很嚴重 我看到了 沒有話 但是有補修過啦 整車應該有考試 因為它那個車生鏽的比較厲害 我來確認一下 主要是看它的那個泡棉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生鏽 因為擔心說 會不會有泡水對不對 可是我看起來好像沒有 因為不要生鏽啦 我怕它泡水 看起來是還好 你那個時候買多少錢 20幾萬吧 25萬 那不會很貴啊 那幫我增帶到40萬 他幫你增帶到40萬 那你有拿到40萬嗎 沒有 你後來才知道你帶了40萬 所以那時候是你20歲的事情 我們裡面聊一下 是大概怎麼樣的購車過程 就是去印證百排車事情 就是薪水型很高 可能一個月會有 六七萬塊的收入 然後他進去之後就說 你一定要有一台車 才可以做得了工作 然後還有其中租車跟購車的選項 然後那個主管是說 購車會比較便宜 也沒有多想 就直接買的 那貸款呢 當初怎麼貸款 因為他們是說 離職之後 他們會幫我繳後續所有的費用 就是我上班的時候 我只要負擔車帶 跟車子的損耗 油耗就可以了 我懂意思 等於說你跟他買車 那當然你要工作 你一定要有車嘛 然後貸款就是要用公司的錢繳 對對對 就是你賺來的錢繳掉 那你實際有去跑車嗎 有 有跑?快跑了多久 大概跑了三個月吧 那為什麼不跑呢 因為我就是 其實跑來賺的錢 就是付車子的費用 所以他給你的工作量 並沒辦法付這個車帶 對對對 你那時候車帶是貸多少錢 一個月好像一萬多塊 四十八錢 他跟你說車子賣你多少錢 二十五萬 但你二十五萬 那貸款你貸四十八萬 對 其實我沒有去想那個金額 因為那個 就是他們會幫我處理 你就想說 反正你 車子是他們會負的處理 對對對 那你說車子你買二十五萬 是誰告訴你 對 我要收獎 那最後為什麼 我是賠四十萬 錢是到我這邊來 然後要匯回去給他們 撥款給你的時候 先撥到你的戶頭裡 你拿了四十萬 然後把四十萬還給他 那時候你沒有覺得奇怪 那時候你沒有覺得奇怪 蠻怪的 然後因為我們寫一個合約啊 就是離職之後 所有的事情就是他們處理 就是他們幫我處理 後續車子所有的事情 然後我離職之後 這個還給他們 結果車子還在有人名下 然後他們 就是後續的所有的錢 就是罰單啊 所以其實 就沒有腳 有合約就不能趴 結果他車簽回去 他沒有過戶 對也沒有過戶 車子他就是拿去租給別的世界 然後那個罰單人進來我這邊 那貸款咧 前面很正常 就是用租給人家司機的錢 去繳那個 然後後面就沒繳了 繳到我那個貸款的 有一個情數 合約金的情數到了 然後就叫我去徵貸 然後你說什麼 公司資金出現困難 然後需要我去徵貸 自己錢出來繳這些費用 然後那你貸了嗎 對 蛤你又貸了 因為他們說如果不去帶的話 車子就要我自己想要去繳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錢 那又增帶了多少錢 增帶了13萬吧 13萬 那這13萬咧 被他們拿走啊 又給他們了 然後大概繳了兩三個月之後吧 就不見了 整個公司都不見了 那車咧 這就還給你 那車子是我去拖回來的 你去找車 把車找到 對對對 這個前年後後到底花了多久時間 就是租給他 到底先拖車回來 大概半年前吧 那罰單 有一部分轉移掉了 結果後面有去找到那個 開車來車的星期 可是有一些過期也沒辦法交 你還賠了罰單錢 就是部分的罰單錢 那現在車回到你手上 它還有沒有貸款呢 原本是有 我後來算一下 我去貸信貸 然後把它截掉 那到底回到你手上的時候 貸款還要多少錢 信貸結金是52萬 你買25萬的車 然後他幫你繳的貸款 到現在拿到你手上以後 你又再信貸了52萬把它截掉 一年的馬自打六 2.0 還可以貸50萬耶 中間有報警 有啊有啊 那個什麼立法員約去開記者會 那中間跟中午車還沒有關係 應該是有關係 因為他們都是很隱密 他們就是連電話都沒有 就是全部都是在用LINE聯絡 投資成功之後他們就要去他們公司 然後就加LINE 一切都是全體回覆這樣 他們是不是告訴你說 因為他們是白台車 所以不能被抓 這個我沒有懷疑過 你沒有懷疑過 沒有懷疑過 他為什麼沒有電話之類的 那老闆有看到人嗎 那是有看到人嗎 沒有看到老闆 你也看到過老闆 只有主管 我聽說他們後來是開了另外一間公司 就是換了名字 然後繼續做這樣 因為之前那個不行了 之前那個公司被炒掉了 所以你現在信貸為了這台車 多貝了50萬 對 他買25萬的車 帶48萬給他 先多了20萬 20萬他們是說 他們是算中間人 他們沒有賺到任何的錢 他們主要是賺那個 司機的正代車或那個 因為他們那個 跑車全組什麼的 之前是沒有跟我們說任何的錢 然後他們賺的錢 就是那個 正代20萬那個 就是查爾的這樣 那個主管的說法是這樣 那你身邊還有人會這樣被騙嗎 還是有沒有人要介紹 還是有各種色彩車跑出來 我聽說他們後面的說法是說 用成都的司機 後面還是會被他們逼著買車 那你們那個群組不用月費 後面就不用月費 一個月七千塊 一個月七千很多 對 根據Unter Table我了解 月費通常在三千左右 他們是 白牌大概在三千左右 然後七千超多 因為你要跑回本 就很多你要磨耗 像馬六是比較冷的 如果以這個狀況來看 那加上有些生鏽 然後再讓外觀比較差 也認為應該跟人家 各位是不是吧 希望快吧 只是說你還是要找到人幫你處理 所以你的想法是說 反正就學一個經驗 警察也沒有辦法 不是正義啊 你都已經尋求的管道都尋求了 對 你把車租給他說 你也跟他寫合約 對 基本上就是上程我自己給他的 你根本沒有開過幾次吧 然後就背了五十幾萬 我沒有時間可能不到一年 有點不懂事 就很想有車開 你覺得做有開車的工作很棒 而且那個是感覺不用成本的 因為你跑車賺的錢就可以繳車帶 他要給你工作 不用的話 車子還要還回去給他賣的 這是他們一個很聰明的辦法 他不會賣你爛車 他只會賣價差很大 像這個是很好貸款的車 就是貸款可以差價很大的車 但是他不會賣你有問題的 他怕你用有問題的事情去退他錢 你騙我買這台車 可是你怎麼去舉證騙 很難 因為我們兩個都講好了 我們兩個口頭協議 你都願意啊 我們也都寫好合約啦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他的第一個時候 是沒問題的 所以他怕的是什麼 最後我要退你帶的車 是因為車有狀 合約如果他沒有寫到有狀 他就會變成是他離開要退給你 所以他一定會賣你煤狀的 旗程準的 要走消費糾紛也走不了 這個他一定想好所有的流程了 警察拿他沒責啦 如果他今天有一個地方做錯了 他就被警察尿到 警察司法就會代替受害者處理 我可以幫你問看看啦 幫你問看看誰有用 然後你留個電話給我 我不敢講說會很多錢 這個一定有心理準備 本來你沒有一定要賣的 本來就想說太要玩了 因為賣也沒有錢 如果你沒有一定要賣的話 那原車融資就好了 不要帶太多啊 帶個10萬塊就好 原車融資的那個利息比較高 如果說你今天金額不要那麼高 是還好 只是要度過現在這個解骨眼 你眼前的問題解決了 你車還是可以繼續用 我看起來車是沒什麼毛病啊 而且你賣掉你換個6萬塊回來 也解決不了你們太大問題 但是不要帶太多 我這個是學長們的建議啦 還要找二人辦 不然在那邊騙你 對對對 你不能找那個代辦的 不然我幫你介紹 做貸款的 車貸的 有一種是那種貸款公司啊 他就是拉著你一下辦這個 一下辦那個 因為你很好講話啊 辦電話卡退費啊 辦信貸啊 辦車貸 然後他還要收你 譬如說你貸20萬 他只給你15萬啊 5萬在手續費啊 有些人條件不會不好喔 像你這樣 就是你只是很忙 你沒有時間了解太多 他拉著你到處辦 然後他每一個都給你收手續費 你知道你辦原車融資多少手續費嗎 就4千塊而已啊 就是你的設定費而已啊 那個根本沒有其他的錢 因為銀行的代辦人員 他們賺的是利息的錢的分潤 不會賺什麼 貸20萬給你15萬 沒有這種事啊 外面的那種什麼 給你什麼貸 什麼貸 那都是這種 他就說 啊你原本不行啊 這個條件不OK 我跟你講辦車貸的人也心裡想 奇怪 為什麼你要找他 不找誰找我 不然也會比較便宜 可是他沒辦法講 因為他幫他介紹生意嘛 他也不想告訴你真的 所以沒有人會告訴你真的 你就被這個人一直繞繞繞 玩到你信用貨彩而止 像你乖乖做事的人 你是願意乖乖繳錢的人 他最好 他像吸血蟲一樣 他就一直辦 你沒錢就找他 但是就看你有沒有想要繼續留這車 如果你沒有要用車 你就把車賣掉 花個五六萬塊回來 對你來講是不要讓債務一直變多 最怕是說 你拿到六萬塊 你下兩個月 跑過一點 你給我去買一台車 那就沒意義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跟分享 如果想要記得關注關於中午車的資訊 歡迎上Facebook搜尋 兩個中午車囉 下次再見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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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